先看個範例 就是之前中華民國科技部誕生 還有這個慶祝的這個網站的畫面 然後就在這個普天同慶底下呢 網站真的就誕生了 當時長得是這個樣子 可是呢 它會不會一直都長得這個樣子呢 不會 它會改版 而且還很努力的改版 它現在改成的樣子 是這個樣子 好 那而且各位眼尖的話 如果你會看到這上面的圖的話 你會發現 左下角這個還是變形 塞到那個框框裡面的圖 整個都搭變形了 好 這就是我們現在政府服務 那可是事實上我們政府服務也沒有說 它自己也沒有講說自己網站做得很棒 那張善政就跑出來講了 政府網站太醜太難看 所以要改 然後就媒體出現一堆標題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我來看一下 張善政狂電政府網站要打掉重練 好 那類似像這樣的標題 可是這樣的標題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很奇怪的是 這是跟民間社團在Open Data 的座談 他提到網站 結果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居然標題就在講網站 事實上呢 網站製作另外有座談 那個是沒有公開沒有直播的 那只不過 我們現場就有一位 應該說兩位 我跟宇昌有去參加 那宇昌就去了 他說我發現上次去開會的時候 我的發言記錄都消失了 靠有一點啊 但是真的不多 然後呢 事實上政府的跟網站相關的規範 是非常多的 好 有這個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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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加起來 每一份都有上百頁以上 好 都有幾百頁 那我就是把這幾百頁都看完了 才去開會 結果發現 實際上根本都沒有用 那我對他們提出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雖然這個樣子 但是有人知道要怎麼做政府網站嗎 那 應該講說為什麼要做政府網站 這是我在座談裡面提出來 我認為說唯一我要追問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們就講 有啊 我們這些文件上面開始開中名義 我們就講了為什麼 那結果講了為什麼是什麼 講說 因為科技都進展到這這步田地了 然後各國都這麼做了 那請問各位這是為什麼嗎 好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 TED上面有一個 有史以來前十名的演講 Simon Sinek講的黃金圈圈 也就是領導人如何鼓動 大家的行動 事實上他是從為什麼 講到怎麼做 講到做什麼 那如果套用這樣的黃金圈圈 到我們政府網站的 這個做法的概念裡面 就變成台灣政府的甜甜圈 就是他把怎麼做跟做什麼 寫了一大堆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回答 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但是我們看 國外的例子 因為政府也在講 因為各國都這麼做了 那各國都這麼做 我們舉一個國外例子 比如說英國 事實上就我的認為就是 英國的政府數位服務 就是從為什麼 講到怎麼做跟做什麼 它是一個有方向性的做法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為什麼 改成一個比較文輕一點的說法的話 我會稱它為叫做初衷 就是用什麼樣的初衷 來做這樣的數位服務 然後因此就形成了兩句話 初衷是什麼 網站就該長成怎樣 沒有初衷 網站就會不像樣 這就是現在台灣的一些狀況 那既然我們要講到初衷這件事情 就要來看一個比較模範生的例子 就是英國政府的數位服務 其實英國政府的數位服務 也曾經長得不像樣 長得像這樣 大約在2006年的時候 那在現在它長怎樣 長得像這樣 長得像這樣 但也許各位不覺得說它特別的漂亮 可是事實上它整個設計 是有得獎的 就是得到 Design Museum Design of the Year 2013 那在這個得獎的網站 還不是最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 今天要在這短講的時候 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英國 他們把怎麼樣做政府 數位服務的這件事情 全部寫成說明書 然後而且公開的在網路上面放出來 讓大家能夠自由的取用去利用 也就是它做了一個 Government Service Design Menu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對不起 應該要用點的 所以它會很具細迷移的 把所有能夠做的項目給列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根據這些主題 底下去看每一份文件 比如說他們說設計要有 具有敏捷 那個 Agile 然後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要用 Technology 的 或者是組成團隊 或者是說最重要的 可能跟我們這邊很多設計師有關的 User Center Design 就是使用者中心的設計 那可是 可是呢 這樣子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太不親民了 因為這個是 整個是英文的嘛 好 整個是英文的 那也沒有關係 事實上呢 透過國內一個 HPX這個團體 這個社群 他們發起了一個翻譯送 其實就是模仿GNV的黑客送 他們做了一個翻譯送 他們當天做的 一整天做的活動 就這一件事 就是大家來把 這個 Government Service Design Menu 可以翻成中文 所以成果 欸 對不起 有人在按到這個 好 成果 好 全部 已經變成中文 已經釋出 放在網路上 好 那 在這個裡面呢 我自己負責的是 是什麼部分 其實是在 User Center Design 裡面的 Design Principles 也就是設計的原則 那這個原則 那這個原則 就被我認為是 在 User Center Design 裡面的 What 初衷 是跟你的 你的底下怎麼做 跟做什麼 是根據你的原則 衍生出來的 那 這是當時的工作檔 這個文件 我們用的是 Google 翻譯包 好 右邊是我當時做的翻譯 其實還沒有完全叫完 就可能 有些人如果英文比較厲害 也可以再幫忙一下 但事實上 後來就發現 很早之前 在 G0V 的 Hackpad上面 就已經有人共筆翻譯了 所以 悲劇就這樣產生了 就重複發明了人子 那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 反正 總有這樣的東西 兩個版本還可以 merge 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更好的版本 那我們現在就 最後的時候 我們可以簡單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原則 咦 糟糕太寫了 我看不到 稍等一下我再直接找一下好了 把它放到很大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一點字 其實這原則 所有的原則只有十件事情而已 而且都非常的簡單 那 這個裡面每一件事情呢 連進來 就只有一段很簡單的話 就在解釋這個原則到底在幹什麼 比如說從需求開始 從需求開始 也不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但是它就是很精簡的來說明 其實最重要就是它是使用者的需求 它不是政府的施政的需求 然後就有一些範例 怎麼做 那怎麼做你還可以繼續再連下去看 它裡面 就是在User Center Design裡面的那些個別的文件 去看它到底怎麼做 而做了哪些事情 那比如說它有說少做一些 政府就只做政府能做的事 其他就讓別人來做 那像是釋出API 其實釋出API這件事情 也不是只有政府在做 G0V0是政府有在釋出 政府沒有釋出的API 然後 呃 再看一下 努力讓事情變得簡單 好這些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 然後反覆做 Iteration 然後比較重要的有一個是 哦 第八項 直接 打 我們政府的連 因為我們政府一直環繞在 我們要做網站 要做網站 要做網站 可是英國的這個 Design Principle裡面 直接有一項就是講 我們建立數位服務 而不是網站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數位服務 它可能跟實體世界連結 它也有可能 不是透過網站的形式來提供 那它提供 為什麼提供這樣的東西 只是因為它發現有使用者需求 而應該這樣做 應該使用網站這個界面的時候 所以我們來做網站 好 那 大概其實這些原則都非常簡單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因為 這個待會兒這個簡報會 也會連結會放上去 會分享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透過那個連結 再連到 我們做這個翻譯 整個這個Menu的這個網站 然後就可以看 可以往下看 看How跟What 然後也可以更往上看 去看 除了User Center Design的其他 Digital Service的相關的部分 是怎麼做的 那 因此呢 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非政府提供的好用政府服務 而其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好用 好 謝謝各位 多多會兒 熊 我覺得 可以 超級大